近年来 中国在海上和空中的成就有目共睹 创下屡屡奇迹 赢得全世界的称赞 而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一张闪亮的国际名片 以超高性价比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市场 实际上除了中国制造 还有一项中国速度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当人类文明步入信息化社会 电子设备的核心芯片 就成了各个国家发展高科技的方向 中国在芯片领域同样不甘落后 极力发展 近日又在空白领域取得零突破 据权威媒体《环球网》消息报道 国科威发布全新的GK2302系列芯片 搭载龙芯嵌入式CPU IP核 是国内首款真正实现 全国产化的固态硬盘控制芯片 从此中国芯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一直以来 中国制造电子设备所需要的芯片 都是从国外进口 那些精密的芯片制造技术 也一直被西方国家所垄断 而我国只能依靠自己的摸索 来走出一条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国在不久前自主研制的 9纳米光刻机成功运行 光刻机能将芯片的晶体管 准确安装在辩护板上 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装备 这次国国推出的量产GK2302系列芯片 读写速度达到了500兆每秒 一秒钟可以传40多分钟的VCD视频 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秒传 中国速度再一次得到了提现 不难想象 我国将该芯片推出后 将成为市场上西方芯片的有力竞争者 在各种芯片配件的价格水涨船高的环境下 国产芯片的投入就具有很大的价格优势 价格适中 性价比高 性能优良的国产芯片 将会成为很多人的不二选择 足以打破国外的垄断 大力发展国家芯片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可以为国家的信息安全提供有力的保障 可以防止信息泄露的风险 不仅摆脱了我国信息产业受制愚人的状况 还能让我国在信息战中取得主动地位 并且有了国产芯片 一旦国外芯片出现断供 中国的技术产业也不会被卡脖子 由此看来 中国速度将引领我们走向更自由的未来